曾子曰 聖宗追遠 明德歸厚矣 聖宗 宗就是死亡 曾子是曾森 孔子的 一波傳人 後來孔子把道統道脈傳承給他 再由他往下傳 一波傳人 曾子說 聖宗追遠 明德歸厚矣 這個宗啊 就是死亡的意思 聖呢 就是非常占盡謹慎 對什麼事情呢 死亡這回事 就要重死 重視死亡 重死 重視死亡 所以生死世大 一般人不重視死亡 重視活得好 重視這個 但是呢 聖賢之學是重死 像西藏他們整個國家最重視的就是死亡 所以他現在在修行這個領域上 在領導全世界 雖然他國家很貧窮落後 可是人類發展到一個極限以後就開始 發現 要重視死亡 不管是你從 心理學的角度 從宗教的角度 從哲學的角度 死亡是你不得不探索的一個課題 要重視死亡 活得好 不如死得好 因為活得最好還在這個人世間 死得好可以上天堂的 是可以上天堂 可以解脫的 所以要重視死亡 慎重 重視死亡 那以前人在面對人的死亡的時候 有一套的這個 可以讓 靈魂超生的 葬禮啊 這種葬禮讓 靈魂超生的 這套禮好像是已經釋傳了 那我們 我們道場是最重死的 我們一求道先跟你恭喜 恭喜什麼 超生了死 對不對 把你死亡的事情做一個了斷 結局 重死 我們覺得這最值得恭喜的事情 要讓你死後呢 你死後可以升天 這要重死 這叫做 慎中 要慎中 這個就是把人性看得很透徹 我們人呢 就是因為生命短暫 死後的事情不可捉摸 所以就很容易在人的一生之中 不作非為 趁著自己還年輕力壯的時候 去追求欲望的滿足 因為人會死 他不曉得說你 你這一生胡作非為死後會下地獄 沒有這種觀念 但是慎中呢 就會知道 上升 沉淪 上升之道 沉淪之道 所以你這一生呢 就不敢妄動 不敢妄作 要慎中 那這樣子呢 明德就歸後了 老百姓的這種 民風啊 道德 風俗啊 歸於淳厚 還有尊遠 尊遠就是說 追思緬懷的意思啊 追思懷念 祭拜他 追思懷念 要追遠 不是說 死了就算了 將來追思懷念 這個人的美好的德性啊 言教身教啊 繼續流傳下來 要追遠 不是人死了就算了 像孔子這個 論語留下來 這就是追遠 他的弟子追遠 事實上是孔子在的時候沒有這本書啊 到第三代弟子把它整理出來 追遠 那每個人都是應該這個樣子 家裏面每個家族 家譜 祖先做了什麼好事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追遠 不要做過就算了 這樣子呢 明德就會歸後 他講 哇這個生命不是這麼短暫的 他是可以長遠流傳的 所以慎中追遠 明德歸後啊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光講民生啊 民生問題 光講怎麼樣活得好 要死得好 那麼死後有沒有值得人留念的部分 我們傳道就是很重視這個 慎中追遠 紫琴問於紫貢曰 夫子自於四邦也 必聞其政 求之於 亦與之於 這個紫琴呢 是 子貢的弟子 他是子貢的弟子 這等於說是孔子的徒孫啊 他跟孔子就比較接觸比較少 他就問紫貢說啊 夫子自於四邦也 他說孔老夫子到了一個國家 必聞其政 這個聞的是參與的意思 不是聽聞的意思 他必然去參與這個國家的政治 參與這個國家的政治 參政 必聞其政 求之於 亦與之於 那麼他這個參政的機會呢 是自己去追求來的呢 還是 別人主動給他的 這些軍王還有大臣 主動給他 主動來請教他的 請益他的 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他問 問這個話呢 主要是 因為孔門的弟子都很重視參政 因為在那個時代呢 那個時候孔門的弟子就是覺得 政治對人的影響最大 像我們台灣 政治一出問題 馬上就社會就開始混亂了 經濟開始往下 往下跌了 搞得天怒名怨了 所以政治確實對人影響很大 所以孔門的弟子就很重視參政 就算不能執政 他也要參政 避文其政 參與這個政治 讓為政者不敢亂來 知道有能人高勢啊 在這裡 所以孔門的弟子呢 他對於國家的政治都 參與這個政治 他不管在哪個國家 都有影響力 包括孔子在內 都具有影響力 要避文其政 問題是說 態度是怎麼樣呢 孔子的態度到底是 去追求來的呢 主動爭取來的呢 還是被動的 還是被動人家來 請益的呢 他們要搞清楚自己要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參政 子貢曰夫子 有這種德性 你有這種德性的話 你就算是去追求來的也和別人不同 也和別人是為名為利追求是不同的 你有這種德性的話 你這段追求你也是為名請命啊 為名請命 那個用心是大不相同的 那溫良公儉浪這五點 都是很值得我們 效法學習的 一個君子呢 給人的第一眼印象 就是要很溫和 要溫 要很溫和 不是很威猛的 也不是很浮躁的 也不是很冷漠的 一般人不是過冷啊 就是過熱 不是過度熱情啊 就是過度冷漠 大部分都走這兩個路線 你有溫和 過冷過熱都讓人呢 難以消瘦啊 過熱讓人難以消瘦啊 過冷讓人難以親近啊 這要溫和 有這種很溫和的感覺 太熱情也不好 那很溫和呢 就很容易親近 溫和就很容易親近 容易親近以後呢 第二步就是發現你的 善良 溫和之後就是善良 這是更進一步的接近才會發現 一般人只有看到孔子的溫和 進一步的接觸以後 溫和就好接近啊 接近有人就發現他很善良 什麼叫善良呢 善良就是 常存利他之心 善良 一般人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很善良 奉公守法 我不犯上作亂 那不算善良 要常存利他之心 常常替人家著想 這就是善良 不是一天到晚為自己打算 常存利他之心呢 這叫善良 常常想我要怎麼幫助人 善良 善良而且還恭敬 他除了利他之外 他不會說傲慢 有的人很喜歡做好事 可是對人很傾慢 恭敬 對人很恭敬 尊重別人 對人很恭敬 不管任何人我們尊重你 尊重每一個生命 恭敬 然後呢 節儉 日常生活非常的節儉 看起來很溫和 然後你去接近他 發現他 常存利他之心 而且對人很恭敬 不會說我擺出一個傲慢的樣子 再進一步接觸啊 日常生活非常的節儉 然後 慈讓 謙卑慈讓 這個讓也很重要 謙卑 要很謙虛 謙卑慈讓 所以 溫良 恭敬讓 五種德行 你想想看一個人具有這五種德行的話 你自然很信任他的啊 自然就再重大的事情都會去找他商量 向他請益 所以孔子呢 他是具有這種德性 這個是最重要的 溫良恭敬讓 以他的道德 來得到 從政的機會 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溫良恭敬讓 子貢是非常了解孔子 他把孔子的 這個德性啊 用五個字 形容得非常的深 而且層層切入 他也不是講說 恭敬 溫良 從溫而良 良而恭 恭敬 恭敬而讓 一層一層進入 非常好 子貢的那個描述非常好 溫良恭敬讓 溫良恭敬讓